很因為我們這個23條立法經過了26年 終於可以通過了這個法例 令我們國家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 談及前不久剛剛完成的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 鄧炳強百感交集 曾在2014年參與處置非法戰中 又曾在2019年時擔任香港警務處處長 於前線指揮應對黑豹的他 即將在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的崗位上 迎來23條立法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想回過過程中有很多甜酸苦辣 包括我們2019年的時間由於沒有相關的法例 面對一些的黑暴 令到社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 我都覺得有機會參與這個光榮使命 我都是不亡此生 近年來每逢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特區政府都會舉辦一系列宣傳教育活動 加深香港社會各界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在23條立法公眾諮詢期間 收到的1.3萬份意見書中 有98.6%表示支持並提出正面優化意見 鄧炳強認為 這說明香港市民維護國家安全意識 經過一系列宣傳工作已有所提升 透過中式報酬訓練和星期禮 我覺得這對於我們的國家意識增強了很多 另外我們亦透過很多的拜訪活動 參觀一些內地的地方 另外一方面我們透過全港中小學的國家安全上色問答比賽 總共有超過10萬個學生參加 以及超過580間學生參加 我們透過問答比賽 那些同學期間真的用心去研討一些有關國家安全的課題 鄧炳強介紹 今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特區政府保安局下轄紀律部隊 會在當天舉行升級儀式和會操表演 在前一個星期的星期六和星期日 警務處、入境事務處、消防處、成教署 香港海關和政府飛行服務隊等六大紀律部隊 以及香港民眾安全服務隊、醫療輔助隊 兩支輔助部隊會分別舉辦開放日活動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通過後 鄧炳強表示 條例的宣傳推廣工作 也會被納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活動中 向市民普及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和條例 特區政府官員和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 也將持續向外國政界、商界解說條例 吸引外國朋友來香港實地走走看看 對於外部勢力對23條立法的刻意抹黑 特區政府則會及時反駁澄清 成立了我們的應變反駁隊 針對我們的抹黑 我們不單要出來澄清 我們出來反駁 令到市民也都清楚了 是現在的地點政治底下 我們所面對的一個個個的風險